而再来看这个两岸服贸协议在立法院躺了七个多月 而马总统也再度喊话希望这个会期可以顺利的过关 今天上午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就特地到立法院来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希望能够强化和立委沟通 不过呢对于这个服贸协议是攸关台湾进一步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说法 在野党是不以为然 立法院21号开议马总统喊话服贸协议一定要过 刚结束王张会反国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一早就来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我们会强化跟立法委员的沟通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由立法院进行审议 但是行政部门也会做好我们的沟通工作 八个委员会的联席会 他们就进进去开 那我们希望顺座能够顺利 所以就是这个会期要过的意思了 期待嘛 一种期待 期待这个会期服贸协议能顺利通过 马总统也强调服贸协议若不通过 将影响到我方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进度 不过在野党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 服贸在立法院通过几位 齐进一零 在先重新 RCEPTPP FTA和服贸 不要做这样的牵扯 一马归一马的事 去年六月两岸签订服贸协议后 南韩香港也相继与大陆签署 比照甚至超越服贸待遇的相关协议 服贸在立运卡关香港南韩后发先制 执政党立拼服贸过关 就怕台湾经贸流失更多的利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